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能够更好的把握增肌的实质 好 让我们进入主题 增加肌肉 简单的来说就是增加肌肉体积 对于一块肌肉来说 它是由很多物质组成 按照肌肉解剖来看 主要是由肌纤维 肌浆网 肌纤维膜 线粒体 以及蛋白质 矿物质 离子 以及酶等生物分子和结构构成 在肌肉体积层面 肌纤维和肌浆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线粒体 肌纤维膜一般不会发生体积的明显变化 首先 肌纤维是构成肌肉细胞的基本单位 是由肌球蛋白和肌动脉白排列成有序的结构 在各种训练中 肌纤维受到外界压力而出现微损伤 然后通过营养补充和休息 逐渐增加数量和体积 从而实现肌肉真实的增长 其次 肌浆网贯穿并围绕在肌纤维周围 它是肌细胞的液体 也就是肌细胞质 在肌浆网中有肌浆液 包含水 电解质 以及其他物质 在各种训练后 肌浆网的内部液体会随着训练水平的增加而增加 举例来说 训练激活了肌肉蛋白的合成 导致肌肉内蛋白质储存增加 同时 肌肉细胞需要更多的能量 例如ATP 磷酸基酸 钙离子 葡萄糖 以及糖原 这些物质储存在肌浆中 为肌肉运动和修复提供帮助 因此 肌浆在肌肉细胞中扮演着储存蛋白质 提供能量物质的重要角色 从而 肌肉体积的增加 一部分来自于肌浆体积的增加 虽然肌浆不会像肌纤维那样 出现明显的增加或减少 但是它会逐渐变化 对肌肉体积产生影响 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得出结论 增肌体现在两个方面 实实在在的增加肌纤维和实实在在的增加肌肉中的水分 也就是肌浆 虽然水分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 对于肌肉体积有所影响 但是肌纤维的增加 才是增肌的关键 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